下面是一只饿了七天的老虎 尽管已经筋疲力尽 但是她却丝毫不敢放松 就在这时 地上的手机响了 老虎一脚把她踩碎 女孩快撑不住了 脚一滑掉到了管道口 就在十分钟前 小美下楼找水喝 却丝毫没有注意 屋里有什么东西正盯着她 她喝完水回到楼上 突然听到楼下有奇怪的声响 她来到楼梯口查看 下面居然走过一只大老虎 小美惊了 哪来的老虎啊 她强忍住恐惧 慢慢地退回二 轻轻地关上门和凳 想打开窗户逃生 却发现窗户被木板封死了 小美这才想起 昨天继父说台风要来了 特意喊人来把窗户加固 可继父口中的加固 居然是把窗户全部封死 她更不知道 老虎也是继父买的 还饿了七天 晚上趁着睡着的时候 放进了家里 小美想要报警 可手机在楼下的洗衣房里 她看了一眼楼下 确定老虎没上楼 于是赶紧跑到弟弟房间 一边推窗户 一边喊弟弟起床 可是这里的窗户 也被封死了 就连弟弟也不见了 她去哪了呢 如果在楼下 那就完了 小美轻轻来到楼下 幸好没撞进老虎 赶紧溜进了洗衣房 可报警电话 居然也打不通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赶紧找到弟弟 小美轻声喊着弟弟 可回应她的 却是老虎的一声低吼 小美迅速向大门跑去 可打开门 她震惊 门竟然也被封死了 她只能再次躲进洗衣房 打开窗 发现这里的木板有松动 这是唯一的逃生希望 随着砸窗声 老虎被吸引了过来 女孩家里无故出现老虎 而且门窗还被人封死 眼看着老虎渐渐逼近 一下下的撞击着木门 木板逐渐松动 眼看老虎就要破门而入 小美集中生智 拿起垃圾桶垫在脚下 然后拼命的往管道里跳 终于在老虎进来之前 跳进了管道里 下一秒 老虎就从她的身下走过 管道壁太滑了 小美用尽全力往上爬 没想到一滴汗 顺着管道壁掉在了地上 老虎被吸引过来 天吊汗低 不一会儿就发现了小美 她直接向着管道里抠去 只差一滴 小美就会命丧不可 墙内的求生欲 让小美梦发了 她一点点的往上挪动 最后竟然爬出管道 来到了二人 经过这么一折腾 小美已经累到了集体 她突然发现旁边有个人 原来是弟弟 心急的小美 赶忙问弟弟怎么来这了 但是弟弟没有回答 因为她从小患有自闭症 无法与人沟通 老虎还在楼下 小美赶紧把弟弟带回房间 想上网求救 可家里网线也断了 这时一声巨响传来 老虎上了 疯狂的拍打个房门 小美赶紧带着弟弟 躲到床下 在周围洒上香水 老虎破门而入 好在有香水的掩护 老虎并没有发现他们 但没想到老虎 竟然跳到了床上 床板压了下来 差点碰到了小美的脸 可接下来 老虎却没了动作 这让小美非常害怕 她环顾着四周 难道老虎走了 可下一秒 老虎一边探爪 一边往床下钻 最后 整张床被掀翻 将姐弟俩卡在了墙上 但正好挡住了老虎 小美艰难的打开旁边的门 带着弟弟跑了出去 两人无处可去 只能躲在壁橱里 可是 没过多久 老虎又找上来了 通过壁橱的间隙 小美和老虎四目相对 她锋利的牙齿 正对着两人垂涎欲滴 短暂思考之后 小美果断转身 砸向墙板 脆弱的墙板很快便被砸开 但老虎也即将咬开壁 小美先把弟弟送出去 自己立即跟上 但还是被老虎咬伤着 老虎不停地用爪子去抓弟弟 小美强忍强痛 拿木棍砸向了老虎 然后带着弟弟逃跑 两人逃到继父的厨房 用桌子抵出门 小美无意中发现了地上的宝丹 被保人是她和弟弟 而兽艺人正是继父 这一刻小美终于明白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继父的继母 为的就是害死姐弟俩 然后坐享巨额保险金 女孩躲在墙角 一只老虎慢慢走来 她现在手里只有一把枪 她要用这把枪和老虎对峙 带弟弟逃出去 等老虎走来 小美立即向老虎开枪 可她没有注意到 这个弹槽是空的 打了一发空枪 老虎迅速反应过来 小美转身就跑 边跑边开枪 可一枪都没中 她躲进厨房 老虎直接破门而入 还跳上了灶台 小美打开燃气灶的开关 老虎被火烧到 立即跳了下 实在没办法 小美被逼得又躲进了洗衣房 她拼命地砸窗外的木板 此时老虎的爪子已经伸进来了 终于木板被砸开 在老虎扑来的瞬间 小美翻了出去 她顶着暴雨钻进车里 现在只要启动车子 就可以离开这个令人害怕的地方 可是弟弟还在里面 如果自己离开 弟弟必死无疑 小美思考片刻 毅然决然地下车 她重新爬进屋里 然后捡起只剩下一发子弹的手枪 找了好一会儿 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弟弟 接着自制一个火把 带着弟弟下楼 刚走到客厅 老虎突然从楼上跳下来 朝两人扑来 小美立刻挥动火把 然后举着枪 跟老虎对峻 小美开出最后一枪 却只是擦伤了老虎的头顶 老虎一步步的逼近 小美一边挥动着火把一边后退 她让弟弟躲进冰柜 接着抛出火把 自己也钻了进去 好在是新买了冰柜 还没有通电 姐弟俩在里面度过了一夜 天亮之后 小美慢慢的推开柜门 确认老虎没在外面 把弟弟喊了出来 这时大门的木板被卸开 是继父 他是来收尸的 可看见姐弟俩还活着 他有一些不解 先是假惺惺的问好 随后把门关上来 小美看出来 他想杀人灭口 恳求继父放过他 但为了保险金 继父没有回答 突然老虎不来 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 然后把继父 拖进屋里大口的啃食着 小美赶紧带着弟弟逃了出去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有时最恐怖的 不是猛